再次排隊 嗨 大家好 我是元 那今天要來打新的 超受神技限定的超舊技啦 那 火的那隻我還沒有打啦 那我今天就只有先打暗的 那火的我可能 改天再來打 看看吧 那暗的這一隻呢 難度的話 呃 可以很難 也可以很簡單 因為整關的流程 就是殺有亞人殺的獅子 他的攻擊非常痛 然後再來就是 會放那個索尼有情的法師 那法師一焉打死之後可以 就是放愛心專屬耶 那你就可以補血了 再來就是打王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這一關其實是一個純火力關 如果你有足夠的火力 可以面對王的蠻高的血量的話 那其實就不會太困難了吧 那相反就是不容易啦 那角色選擇方面 我這一次就是全部自軍用蘇褲啦 那其實烏克的選擇 還有其他人 比方說鎮魂曲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屬性是火 不會被打太痛 因為這一關其實 呃 火力是建立在 你的血量上面 你的血量很多的話 其實你的輸出幅都不會太低的 那鎮魂曲又可以一直回血 那SS也是吸血 你的血量原則上是不會掉下來的 那其他人比方說 嗯 豬神 可能也可以用吧 嗯 多多少少都是可以的 那我這一次選擇伊甸 伊甸的原因 其實沒什麼原因 就只是因為他是貫通而已 我印象 我其實 怎麼說啊 貫通我沒有印象 有其他有比較好用的 所以我就選一 最直接的 就是選伊甸 那他SS沒什麼亂用啦 對 就不要想太多 我是建議不要開啦 因為他開SS可能 呃 速度還比較低啊 對 所以就是 不要用 然後再來是躲力 呃 因為我看了一下 這個被動組的降臨啊 真的是 沒幾個能看的 光鼠的啦 真的是沒幾個能看的 那躲力 算是反射 但是其實這一關反射 也是打得出傷害的 就算敵人如果你在內部 還是多少打得出傷害的 只要你血量夠多 那他SS是亂打 那也是多少可以打點傷害出來 那就用吧 但是你選這兩個的代價就是變成說 基本上完全輸庫應該是蠻難的 不太可能 那所以我隊友選了一個林布蘭 那你也可以用哈雷路牙 就是這次那個星線 也蠻優秀的 交叉但清怪還蠻強的 那林布蘭 我選林布蘭就是 呃 因為我 第一場 第一場是帶哈雷路牙 但是 呃 有點失敗啊 對 就是感覺到王冠就是火力不太行 都 因為其他三隻火力太爛了嘛 那你要靠 轉蛋 的話 哈雷路牙的火力還沒有 高到可以cover三隻 所以就換林布蘭上來 那林布蘭有情還有一個加速 多少可以幫其他三隻 補點火力 吧 那時間很快 就 很快就來到第三關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你腳是幾乎打不出傷害的 傷害都是靠林布蘭在打出來 那王冠的情況會比這個更艱難 好 不過雖然王血量蠻多的啦 但是其實給你處理的時間還蠻多的 所以 就慢慢打 我覺得是一直補血 OK 好 那靜王關 呃 這裡要注意的是 最好不要讓 反射進場啦 那個割切絲是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那 林布蘭是 亞人族 會被殺手對刀 那所以如果沒殺的話 血量是很容易見底的 這是要注意的地址 盡量都是要趕快殺掉 沒有殺掉是非常危險 不一定挺不下來 但是 很常見 會血量就是會見底 最好是不要 尤其是這一隊啦 這一隊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硬幹的本錢 最好還是讓自己血量多一點比較好 那這裡就開SS 我本來想稍微補點血 但想說算了 會血量很多 那直接打 看 還是有點輸出的 哎呀 一隻沒有加級的降臨腳 能打出這種輸出 不錯的啦 那剩下就是慢慢打 王幾死也不算短 還算長 那就 處理獅子 處理法師 當然這個工作你也可以交給別人 林布蘭還是拿來輸出比較好 好 這裡開第二次SS 把王一帶走了 我個人覺得王一還蠻難的 反倒是 王二跟尾王 因為尾王如果你有辦法把林布蘭扣到最後的話 火力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王二其實 因為是 主要有那個轉換板 讓你用反射金去卡 所以火力其實可以拉高很多 這個球可以不用太害怕 但是 還是能解決 就盡量解決 雖然 那顆球 的攻擊是雷射 沒有很痛 但是 多隻累積起來 還是有一個傷害在的 那最好還是都處理 只是說沒有到什麼獅子那種 你可能 一失誤 血量馬上就 掉下去了 那這邊就是 因為我林布蘭 已經有 第一回合已經 打一波叔叔了 那就不用再 有慢慢處理吧 快點 我准备了 不停 OK,這邊就把王二帶走了 啊這邊狀況不錯,林布蘭真的有扣到尾王 尾王有沒有林布蘭是兩個難度啊 沒有林布蘭,那基本上就是等死 那這邊伊甸位置我覺得蠻爛的 吃不到林布蘭的加速啊,我本來想說 反正哥切絲CD2嘛,那隻獅子CD2 就想說沒關係,等一下再來處理,結果還是一起處理掉了,還蠻不錯的 貫通角的優勢 完全發揮出來了 那這裡 我在想要直接打黑龍還是直接 還是要殺球,最後決定要殺一下球好了 我還是會怕的 好,這裡就是把黑龍殺掉 只是我腳感覺 感覺我角度好像有點太大了 這樣打不到落地 這樣子打不到落地 啊沒關係啊,反正 這個 這個 應該都是大抵要靠林布蘭去解決 林布蘭就把黑龍解決掉 OK 然後王就回到中間 應該說回到左下 然後一樣 優先處理獅子 獅子一定要優先處理 整關的重點就是這個 不管你要幹嘛 也看到獅子一定要清獅子 然後再來就是看到魔導 看到那個魔法師一定要先清魔法師 記住這兩件事情 就贏得很輕鬆 那這邊就是 在考慮要不要開SS 但最後決定沒有要開 先清球為主 那這邊停的位置很好 如果弱點在下面的話 好啊 那林布蘭就可以接那個 loop了 那因為王CD2嘛 我想說 角度小一點 就 躲力就來補血 多補一點 然後看能不能亂打到王 但是 好 沒打到王 算了沒關係 反正 弱點在 真的在下面 那就直接帶走 蹦 靈布蘭真的很痛 太誇張囉 這次就是這樣子 其他三隻 真的都樂視 真的靠靈布蘭 凱瑞全對 就這樣啦 拜拜